大家好,今天将为大家解说怎么画通道 或者英语我们说成Equidistance Channel 或者在Online Forex Master里头我们简称为ED 通常在选择画通道的时候我们都是选择画在周线图或者日线图 就是稍微属于一些比较Higher Time Frame的时段来画通道 通常在画通道的时候呢 如果你看到价格是往上升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取出两个高点 这是属于第一个高点 然后呢这些都是一些基本上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看到的一些高点 我们都会选择一些高点来画通道 然后我们会画了通道在高点的时候呢 往下移去低点看看价格是不是符合画通道 或者价格是不是在交易在通道里头 通常在画通道的时候呢 我们所谓的一个Tron Error 就是说我们试着画它 未必每一个价格都会交易在通道里头 所以它不是一个一定可能会发生的 是一种在观察的情况下 当你看到说价格是在通道的时候呢 你才说现在价格正在通道里头 现在呢画通道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拿MT4的画通道的这个道具 就是这个地方 当你画上两个点的时候呢 你只要摇动这两个点 通常价格那个另外一条通道就会跟一起走动 现在我们看到两个高点 然后我们就在这两个高点里头进行画通道 通常呢我在画通道的时候 我不喜欢有任何的价位突破了任何的通道 我会选择最高跟最低点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呢把另外一条通道移下来 移下来的时候 我会选择说来到一个 也是一个最高或者最低点 在这里呢因为这个通道是往上升的 所以我会选择画一下最低点 通常我会在这边摇动一下 选择看一下说如果把这个点放在这里呢 会有什么效果 如果把这个通道的低点放在这里 会有什么效果 通常都是观察一下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这里的话 这一块的时候呢 这个是必试加必试在通道里头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在那个图表里头呢 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通道已经被突破了 而且突破的时候呢 也回撤回调到通道的那个之前是支撑点 现在变成是个阻力点 所以呢如果把通道画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这是正确的 因为价格突破了 而且又回撤跑到之前是一个支撑 现在是一个阻力点 所以这个通道是正确的 那我会把它移到一个最低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几样东西 就是之前呢 在价格最低的时候呢 它是属于通道的一个支撑点 然后在这个地方 它已经是完全的突破了 因为我们这是周线图嘛 所以它完全突破了 现在所要观察的就是说 如果它是正确突破的时候呢 是不是当价格回调到这个地方 这一块这个通道的这个阻力点的时候呢 会不会被阻挡着 如果它是正确的被阻挡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这个通道完全被突破了 所以通常在画通道的时候呢 一定是要找出两个高点 然后画两个高点 然后再把另外一条通道线呢 移到两个高点之中的低点 这是第一种画法 第二种画法呢 就是如果通道是往下走的话呢 或者如果那个价格是往下走的 比如这里 这样我就要找出两个低点 比如说这是两个低点 然后呢 再把另外一条通道线呢 移到两个低点的中间点 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发现价格突破了 那这个通道呢 就已经被突破了 但是在发现这个 这一块这里的时候呢 会发现说有一点突破点 所以通常我喜欢观察一下 就是画多一条通道 就是放在这里 放在这一块呢 这样我们可以正确的看到 其实这个点并没有被移动到 然后这个价位突破了 然后又回撤到通道里头 当做是一个突破了阻力点 然后回撤到一个支撑点 这样这个通道就是一个好的通道 然后价格继续往上走 刚才我在周线图画了通道 现在呢 也可以在日线图画通道 反正如果在高的时间点 画通道的话 那就比较准确一点点 也不是说日线图不能画通道 就是说 如果有在高的时间里头 看到通道的话 而通道被突破的话呢 那通道就比较准确 现在我看到日线图里头 有两个高点 这个是高点 这个是另外一个高点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两个低点 然后价格是上降的趋势 所以呢 可以选择画在两个高点 然后在两个高点的中间 找到低点 然后把另外一条通道先画下来 画下来的时候 看到这里呢 是被支撑的 然后而这个地方 已经突破了通道 然后又回撤到通道的阻力线 之前是支撑 现在是阻力 所以可以确定说 通道已经完全被突破 而在这个交位里头 是一个非常好交易的地点 因为这表示两个通道的交界处 也就是说在周日线的时候呢 通道已经被突破 而在日线图的时候呢 通道也被突破 这两个交叉点呢 是一个非常强 有近的一个价位 如果价格可以回撤到这一点的话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易 在The Alien Room里头就是我的实战室 我说到就是要卖空 Pound dollar1.2395和1.2390 原因就是因为价格已经突破了通道 而我正等着价格回撤到通道点 所以1.2395和1.2390 就是价格回撤到通道的那个点 让我解释一下 怎么通过通道呢 而做出这个交易 现在你们所看到的是 英镑对美金的日线图 我看得到两个高点 这是两个高点 然后这是一个地点 那我心想到底这里有没有通道呢 就取了通道的这个工具 画了两个高点 然后呢 在两个高点的中间下来 你所看到的就是 在日线图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呢 价格稍微停住了 然后在这一个地方 价格突破了 突破了通道线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回调的卖空 就是在1.24左右的这个价位 大家就选择了价格回撤到通道的这个点 然后我们进行卖空 那这个交易呢 那这个交易呢 我们进场的时候是1.2390跟1.2395 所以现在价格在1.2275 也就是说已经赚取了大概100点到120点左右的利润 而止损点呢 就是在通道的上面 那止损点是非常少的 以现在的获利跟这个这个交易的本身的风险呢 那获利当然是比风险还要大的 那么下雨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